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支视频呢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和往期视频不太一样的主题 起码是我自己认为不太一样的主题 因为如果不出任何意外的话 在这支视频上传的时候应该是国内时间我的生日 就是我要22岁了 然后我就想录一个对我来说比较有意义的视频 就是22 things I've learned in 22 years 这个呢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过去的22年里面学到的22件事情 以后呢可以看看我22岁的自己长什么样 然后又把我想说的22件事情都写在我的手机里 然后我们就赶紧分享吧 首先呢就是健康最重要 然后就是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然后珍惜没事还联系的朋友 第四个是珍惜一个理解你体谅你 还有一个真正爱你的男朋友 第五个就是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就是step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我已经就是很多次的走出了自己的 comfort zone 第六个就是永远不要害怕拒绝别人 就是对于你自己你不想做的事情 或者你不想听的话 或者任何事情 只要是你自己不想的事情 我觉得你就有理由对别人say no 然后就是你不可能被每个人喜欢 就像你不可能喜欢每个人一样 对讨厌的人唯一可以选择做的事情就是不要考的那么近 接下来就是要安排好时间并且合理的分配他们 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在家里做饭 不要活得太算计 因为吃亏者常在 早睡早起真的可以身体好 接下来就是不要花那么多钱去买奢侈品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就去旅游 然后就是重要的日子一定要记得照照片 如果你遇到什么压力大或者不开心的事情 我觉得当下你唯一可以立马马上立刻做的事情 就是不要想那么多 接下来就是保持一个开放的思想 因为总有你不知道的事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可以在什么微博什么看到的一个激励的那种话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合理的 然后 然后这个就是对于想做的事情永远不算太晚 接下来就是化妆还是素颜要由你自己决定 你开心化妆就化妆 你开心素颜就素颜 每天都要多吃一点水果或者蔬菜 或者水果和蔬菜 没事的时候呢就多运动 因为运动可以让一天都精神抖擞 现在就说到最后一个了 这个最后一个呢 是我真的学了好几年才学到的事情 所以我就打算留到最后跟大家分享 还有一个原因我把它留在最后呢 就是我也不太会解释到底就是这个的意思 我觉得可能听到这句话以后 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意思吧 最后一个呢就是 It's okay to let it go 这些呢就是在我过去的22年里学到的22件事情 当然我学到的不只是这22件事情 而且我知道在我以后的日子里我会学到更多更多的东西 希望这个视频你们会喜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啦 最后一个我学到的事情就是 It's okay to let it go 咋说 但是说 中文字幕——YK